你们女儿没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这里好像出来的问题 我夏芝芝 小说中的关键工具人 终于觉醒了 一想着 就是把自己想了成小说里的工具人了 医生 这可怎么办呢 找个班上 让他忙起来就好了 有了 可以去我闺蜜那儿上班 沈总 妈 你怎么来了 臭小子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妈听说你在招秘书 给你选了一个特别合适 学历高 样貌好 最重要的是 她是妈妈闺蜜的女儿 你还能帮忙 照应照应 我没招秘书啊 老娘不管你招没招秘书 反正呢 人我已经带来了 你今天必须把她留下 芝芝 妈 公司不是 总裁好 我们师傅在哪里见过呀 臭小子 妈就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吧 慢慢聊 嗯 沈总 这是我为您点的工作餐 以后您的工作餐 由我负责 什么 您价值一千元的总裁特配沙拉工作餐 什么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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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 一千元 您是觉得太便宜 配不上您的身价 一千元 就这份沙拉 你拿金子搬的 您居然嫌贵 你说什么呢 不是你花钱 不知道心疼啊 拿走拿走拿走 从你公司里扣啊 明明是小叔里的大作 这么扣 我听得见 夏秘书 不错呀 这才刚来公司一个月 就又贪了一批大胆子 你来之前我们可知道你是花瓶 现在可好 连老板都对你刮我相看 身为霸道总裁的王牌助理 小说中的关键工具人 这是优秀的我 应该做的 你在说什么东西 你还没觉醒吗 工具人二号 啊 真假 对不起神一个 我不是故意的 小时候的女主出现了 沈总已经好久没这样笑过了 你有病吧你 你有病吧你 沈总已经好久没这样笑过了 你有病吧你 我会帮你洗干净的 沈总 别怕 沈总虽然凶 但是其实已经对你一见钟情 情根深重了 你懂的 霸总总是爱在心口 难堪 下面说谢谢你 不用去我相信你 夏芝芝 你别不信我 我跟你说他真的是你的天秘女主 你别不信我 你别不信我 夏芝芝 夏芝芝 下面说 你来的快递 别打开 替驾成大佬的掌心宠 夫人别省了 邱总不差钱 这都什么东西啊 你笑什么 都给我出几 下芝芝 你能不能以后不要看这些东西啊 给我洗干净 我 拿本小说的工具人 还得负责给总裁洗衣服 你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霸总怎么会差钱呢 我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再说了 公司找你进来 又不是为了让你给我顶嘴的 公司也没有明文规定 总裁的秘书 要帮他洗衣服吧 哎你 好好好 哎 生日昨天没睡好吗 你的黑眼却很重 别问 问的是大总 你也欺识 可猛了 啥 夏芝芝 你别走有我试试 去到咖啡 这次合作方很重要 别再给我出茶子 知道了知道了 通知人事部 立刻让这个夏芝芝给我办离职 我开了他开了他 呃 老板 夏芝芝工作能力极强 而且是神老夫人交代留下的人 公司若辞了他 损失太大了 快让这个疯子 这个疯子 疯了 王总 这个合同之前已经定过了 临时变卦 不太好吧 有人能开出更有力的条件 我自然要多加权衡了 在原定的基础上 再多追加百分之二十 不然我就立马走人 都是聪明人 沈总 给不起的话 今天这合同 我可不签了 沈总上 让他们见识见识 商场上 天梁王炮的霸造 沈大叔 找你给我把门拦住 他今天这合同不签也得给我签 肯定 你想干什么 钱买钱卖 你简直是无赖 谁才是无赖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之前一项合作书都签了 沈氏为此 把各种工程许可通道都打通了 现在万事俱备 您却狮子大开口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沈氏不是冤大头 根据明法典第495条 合作一项书 合作一项书构成预约合同时 具有法律效力 您想反悔也可以 巨额的违约金和您的信誉损失 您觉得划算的话也可以反复 你敢威胁老子 西郊项目 因为工程问题正在被延长 听说法人跟王总是熟识啊 这要是影响到王室呢 呦 王总总站不稳啊 沈总 沈总 你看我刚才说错话了 我给您赔不适 您消消气 我现在就签了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等等王总 我们小秘书 给你倒的咖啡 不喝不合适吧 王总慢走 王总慢走 沈总刚刚真帅 少在这拍马屁 拍马屁要被打 小秘 小秘 小心 小 又来 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 省了干洗肺了 也不用熬夜 洗衣服了 我不好 谁管你啊 你被开除了 你听我说 你先别哭 先让我哭 书胆 四景哥哥 我回国了 我没能拦住这位小姐 你谁啊 我是梁花呀 你我青梅竹马长大 你竟然认不出我了 不认识 小说的恶毒女配 这么快就出场了 这次是专门回来 打女主妖子的 还是抽血 故事的高潮又来了 哎呀 四景哥哥 你是自己出去呢 还是我一飞身 送你出去 不是霸总小说吗 变武侠小说了 反正我们来日方程 反正我们来日方程 神经病 芝芝回来了 刚好跟你说件事 什么 你老大不小了 你老大不小了 我和你爸 给你订了个婚约 啊 谁啊 李沙阿姨的儿子 沈思景 就是那个总裁老板 谁 沈思景 你 这这这这这这 我缓缓 我只不过是个工具人 这剧情走向 不对劲了 一来就喝酒 你求啥呢 别问怕你陷了 啊 哎呀我知道阿姨你尝到什么 阿姨给他找了个未婚妻 呦 好事啊 那个 未婚妻怎么样 漂亮吗 阿姨的眼光一向很好 哎 那个 肯定是个大美女吧 再漂亮那也是个神 哈哈哈哈 那这是你说的啊 那个 你把照片给兄弟几个拿出来看看啊 你要是不去的话 兄弟我 那我这可冲了啊 哈哈 冲个屁冲啊 你是不是也神经病啊 走走走走 哎呦喂 一边 煎烟器一边还顾上了 瞧瞧小西样 来 给孙总把酒续上 我怎么就对不过你呢 我怎么就对不过你呢 下芝芝 夜色会锁 六点三包箱 给我送到衣服 啊 夜色会锁 送到衣服 老板你别被抓了 下芝芝 把你脑子里的黄色肥料全给我倒出去 十分钟我看不到你扣你工资啊 小说里的工具人秘书真难当 真不知道这些女人喜欢这个无脑霸走什么 周宁 你怎么在这儿 不愧是小白花女主 就算是被辞退了 也仍旧坚韧不拔 没关系 按照剧情走向 你只需要再经历 挖室 抽血 堕胎 就能跟爸总走向美好姐姐了 什么 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 哦 原来沈总喜欢这样的 夏芝芝 好你个下人 你竟然敢勾引苏锦哥哥 看我打死你 夏芝 啊 开始做剧情了 到我上场了 快打120啊 沈总 你看到了 我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先打的我 沈总 要不要我把他的腰子 挖给莲花小姐吗 沈总不要啊 不是 磕脑袋你挖什么肾啊 那就抽血 你有病吧 赶紧打120 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然后你才能爱上小白花女主 哎你妹啊 抽血是犯法的 你是法吗还是医忙 白小姐没事 你也可以放心了 不过以防万一 你还是早点离开比较好 夏秘书 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就是 为什么你总说你 觉醒了什么 还叫我什么 女主 你想知道吗 嗯 让我来告诉你 闺蜜和敌就一个字 啊 原来我是天选女主 只要跨过 抽血 挖身 我就能嫁入好本了 沈思锦 我一定会得到你的 老婆你终于醒了 妈妈担心死了都 妈妈 思锦哥哥呢 乖 哎 你就不要惦记人家沈思 我已经打听过了 她已经有了未婚妻 宝贝 不行 爸爸再给你重新找一个更好的 行不行 不行 我最好是你哥哥 爸爸 他的未婚妻是谁 啊 就是他那个小秘书 夏之志 什么 凭什么 我本来以为 只要解决一个周宁就好 没想到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夏之志 他 他们都是贱人 都要抢我的思锦哥哥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身为大老板亲自送你回家 你连声谢谢都不说 谢谢你沈总 要不是你 我今晚甚至都不用出门 回去吧 等等 明天有个宴会 你陪我一起去 包括给客户准备礼物 都要前天准备好 大方一点 别给我掉链子啊 嗯 啊 彭下秘书珍大方 人家送你礼情情义中点到为止 你送了什么 一套房 你送了什么 一套房 这不是爸总惯用的手段吗 房子保值 还显得您大方 我是不过日子是吧 你干脆连我一起打包送局得了 回去再说 下茶 一套房 一套房 一套房一套房 我去那边一套 你老是给我待着 不准给我添乱子 那我可以去吃那个小冰糕吗 那我可以去吃那个小冰糕吗 没出息 去吧 你就是私警哥哥的未婚妻 不是啊 那爸爸为什么 那爸爸为什么 算了 既然不是 那我花钱 让你当我追私警哥哥 不是什么难事吧 白小姐这是要贿赂我 只要好处给到位 天空一身巨响 老奴 闪亮登场 真是物质的女人 一百块够不够 多少 二百块 不能更多了 你也就值这个价 要不愿意啊 那不好意思 不畏强权是我的职业操守 你 好好好 你们两个 给她点厉害小巧 上呀 不是啊 大白天的 明抢啊 哎呀 你在里面待着吧你 什么呀 帮我出去啊 我怕黑 我帮你 我帮你还不行吗 以后你就是我的老板娘 他说什么 他说你是白眼狼 这个贱人 让他自生自灭吧 又抛哪去了 真是不让人生气 司警哥哥 你看到虾秘书了吗 什么虾秘书 司警哥哥如果需要女伴的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啊 我还有其他事 哎 你哎 司警哥哥 对不起我 我我我不是 够了 谢谢把西网钱赚给我 哎 赚钱 宴会都结束了 夏芝芝呢 没看到啊沈总 会不会是夏秘书有事先走了 给他惯的了 天天走也不给我 抱背一声 喂夏芝芝啊 你 哎 他挂我电话 开车 好的沈总 喂夏芝芝啊 天哪 你别跟这个说我没电 还没消息啊 天走都不汇报医生 这秘书真的越干越好 对 哎 你回来了 芝芝呢 谁知道啊 妈您正好回来了 我一定要 芝芝还没有到家呀 阿锦都已经到家了呀 什么 你个臭小子 你把芝芝弄哪去了 妈别打了 她没回去吗 你夏叔叔说她到现在都没回家 芝芝要有什么意外呀 我不打死你 你快去给我找 快去快去快去找 爸爸 妈妈 哭 你哭什么哭 啊 再哭老子打死你 芝芝芝芝 帮我走吧 等你爸妈把书籍拿来 我自然会放你走 小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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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动我吗 小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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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我 别怕我在 你躲一下 我把门踹开 你看着我眼睛 你记着我声音 我 Alors 别忘 déf 有人 他是自己的空 看吗 别忘了 事她仍然 我��事 woods 岁山 但鱼城 我 epsilon 别哭了 你怎么会在这 白莲花 白莲花 为什么 当时我帮她追你 我不同意的就把我关在这里 我会帮你出气的 不准哭了 收 我们回家 闭眼干什么呀 我真是欠了你 上来吧小祖宗 陈总你好帅呀 就是穿搭不太霸走风范 你还敢挑 我都回家了 这半路出来又找你 到底是你是老板 还是我是老板 车停得很远了 我看你都出汗了 还不是因为你太沉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行 向芝芝 你不饿吗你 竟敢伤害沈思景的未婚妻 公司这一个时间被审时针对 你给我就差点给人跪下了 爸爸你打我 思景哥哥怎么可能会因为 夏季芝那个贱人就对我们出手 他说了他不是思景哥哥的未婚妻 敢骗我 夏季芝 夏季芝 你在干嘛呢 在摸鱼 这么理直气壮 脚好些了吗 那正好 下午陪我去时差项目去 好的 沈总好 欢迎沈总立临 做好记录 好的 就是他 对 一会儿我进去 你看准实际攻击这个男人 下手注意点 也真把我通死了 我办事 你放心 事成之后 好处少不了你的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巧了 我也是 我这衣服可贵着呢 我这衣服可贵着呢 我说我有尊严 生活已痛吻我 没关系 我会抱持一哥 酸甜苦辣自己尝 喜怒哀乐自己康 我是自己的太阳 无需凭借谁的光 无需凭借谁的光 要死压死个人 在那 沈总 下次的事情很抱歉 知道抱歉就不要出现在我们那次 好 这 人家出门我都搞得我要穿雨衣了 沈总 我也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沈总何必咄咄逼人 沈总你小心 沈总 我快不行了 别抓那么紧 你要相信医院医院会救活你的 知道吗 我 我是熊猫鞋 万一发生意外的话 那我给你找大熊猫出鞋好不好 你可别说了你 害怕了 没事 他为什么要袭击你呢 我已经让沈总出去查了 怎么样 要不要梳血 我刚好是阿安清一行血 为什么要梳血 他不是熊猫血吗 什么熊猫血 区区一个B行血 伤口又不深又不致命 待会儿转入普通病房 你醒了 沈总呢 沈总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仰慕你 别装了 直接说 我想 当您的秘书 不是吧 我还在这呢 公然抢饭碗啊 沈总 你押的文件 不是吧 他还真回来了 救命之恩呢 当然得得偿飞 那你怎么办 周宁这几天 可是跟着沈总春风等一 眼尖就把你顶替下来了 哦 周宁应该喜欢沈总 但是 只可惜 他不是沈总喜欢的类型 那他喜欢什么类型 问他倒不如问我 你上班 就是干这种事情吗 啊 什么 我 我 沈总 对不起 我拿错了 哦 那 你重新拿一份 自导写得不错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现在 我是沈总的秘书 没人说你不是 我也没跟你抢是吗 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你说对了 说不定 我真的是沈总的 天选女主 但是 作为天选女主 肯定会有不少人 觊觎沈此景的 夏姐姐 你不会是其中哪一个吧 我当然不是了 我可是坚定的女主的 你弄疼我了 抱歉 沈总 上次袭击你的黑衣人 查到了 和周宁有关系 对 那直接把周秘书叫进来吧 去 是 小姐 爸爸出狱了 想我了没 沈总 这位先生说是您的父亲 我就将他带进来了 谁让你把他带进来的 他在正确 金先生 沈总没有不想见你 请你离开 我来见我儿子 你算什么东西 啊 出去吧 我单独跟他聊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臭小子 这么多年没见 都长这么大了 还换上了吉他走才 真不愧是我儿子 你应该知道 我今天的成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身上还流着老子的血呢 这爸爸现在刚出来 你总得仰着我吧 你做梦 当初把你送进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给你断绝父子关系了 也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是不是还在怪爸爸呢 你外婆的死那是个意外 那老太婆拦着我赚大钱 那她就该死 赚大钱 我就是赚大钱 好了好了 不急了 不急了 爸爸现在出来身上没有钱 你看这兜里空腹呢 你给点钱货啊 国安 你说什么啊 好 好 长大了 翅膀硬了是吧 啊 不给钱 行 你等着 老子有的是办法啊 沈总 您付写 那个人开始在公司闹了 大伙都来看看 大伙都来看看啊 我儿子是这个集团的老祖 他不是我这个爹呀 简直没天理了 我刚从监狱出来没有工作 他不给我钱呀 他不给我生活费呀 他真是想饿死我呀 这儿子 这儿子真是太不孝了呀 哈哈 他想饿死他爹呀 他想饿死他爹呀 哎呀 这儿子不孝子呀 这个女子呀 哎呀 他不敢他爹呀 初生的 先帮你妈打进医院 现在连你也打 可怜的孩子 四老太婆啊 拿点钱货 要钱没有 要命你拿走 那么多事 赶紧给我掏点钱 我没有 没钱怎么发本啊 快点 你有本事 你今天就把我弄死 哎呀快点 外婆 这个不孝子呀 这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你个贱人 你个这么对我啊 你拨把战死的 拍谁 谁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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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去去义乞丐而已 不用放在心上 继续工作吧 嗯 是你 我相信你了 什么 小时候 你也是这么赶索 能够出生的 我就说你第一天来公司 怎么那么严肃呢 嗯 你 今天挺厉害的 谢谢啊 霸道总裁 突然开始走 温情路线了 啊 啊 啊 我 磕得CV成真了 我的无缘妻 以后都直交 这剧情 偏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现在的剧情 好奇怪啊 周宁不是小白花性格 不认识 和 沈思锦 有感情纠葛 难不成 是我拿了女主剧本 意想着 就是把自己想象成 小说里的公剧人啊 该不会 真是我的意想着 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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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他们 他们都还没觉醒而已 啊 现在该怎么办 烦死了 沈思锦 嗯 那不是周宁吗 那个男人是 拿了就快点走 滚远点 千万别让人查出来 是我顾你去杀的沈思锦 知道了 谁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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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够吓人的 要不是我开车去找你 发现你躺在路边 真不知道你会出什么意外 周宁 周宁他骗了你 陈特助跟我说了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起诉他故意伤人 已经被逮捕了 我来呢 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 小心周宁 哎 不对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难不成 也知道是他害的你 那天我看到他和一个黑人在交易 但是转我的车是辆红色车 价格不菲 周宁应该买不起 所以不是他 我会去查的 你先休息啊 我给你去叫医生 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你啊 你没死 我还挺失望的 是你 是你撞的我 哎呦 你可不要随便冤枉好人呀 我好怕怕呀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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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宁是 你也是 这次的事情只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识相的话 你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秘书 你要是再敢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下一次 你和你的家人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吓 吓 吓 疯了 一定是这个世界疯了 女主周宁入狱 女配白莲花针对我 我只是个工具人秘书啊 我只想看看乐得吃个瓜啊 怎么回事 身体不舒服啊 医生赶紧给他看看 我还沉得住啊 你给我送点东西 我在医院办公 欧个屁 快点 暂时没事 好好住院休养几日编课 怎么回事 沈总 我们解除婚约吧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不是 就是觉得 我高攀不起你 自卑啊 该自卑的人是我吧 你阳光乐观 而我有那样的父亲 不是我 是我的问题 我们先解除婚约吧 再说吧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总归 要让他们同意才行吧 我 我先不打扰你了 好好休息 进 你 你怎么出院了 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我可以放到你家 不用了 沈总 什么 我这次是来递辞职 谢谢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单纯的觉得自己 没办法担任 您秘书这份工作 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对不起 沈总 我不同意 我给你批几天假 回去冷静冷静 离职的事 想都别想 沈总 我不会再来吗 你说走就走 公司损失怎么办 我的损失怎么办 夏芝芝 你聊完就想跑 是不是 你这样 和战略有什么区别 沈总 我求您放过我 我只是小时候中一个小小的工具人 我真的配不上你 也惹不起你 我更不想因为和你扯上关系 还等我和我的家人 结局凄惨 您放过我 沈默 这都说的些什么 我 为什么 明明不是这样的 沈总最近变得好可怕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就是说 夏芈叔也不在了 以前 总让他们拌嘴当丧生听的 现在垃圾都没了 怎么了 陈特朱 我哥的CPP了 日子没什么好过的了 明天跟我出差 现在够难了 我 哎 辛苦了啊 不然平时这种事都是夏秘书的工作 有了 哈哈 哈哈 喂 是我也夏秘书 陈特朱 你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辞职了 哎呀 知道的十万五千 只能你救我了 老板要带我出事要出国 但是我老婆今天就要生了 从事每次都退退了 夏秘书 你能不能帮我一次 就一次 啊 这么严重 对 所以我去去你帮我帮我 不然我的CPP就要B 啊 不是 不然我老婆就没人照顾了 那好吧 你把定好的行程和文件发我吧 好嘞 你怎么突然这么开心 喂 老板加油 沈总 我可能去不了了 我妈妈生病了 你不是孤儿吗 我连夜认得养父母 你 不过我拜托到夏秘书 他应该很快就到机场了 放心吧 夏秘书一定比我靠谱 没晓得 快走 直直来了 哪里走 别人都看见你啊 不好意思沈总 陈特助老婆要生了 托我过来替他 就当是善后一下我秘书的工作 嗯 走吧 哎对了 你心里香呢 哦 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提前让陈特助公运过去 也好 走吧 哦 哦 对了 晚上见威尔森 然后我先换身衣服 嗯 好的 哎 不对 陈特助是单身狗 没有老婆 我西装呢 好歹 给我留一套西装谈生意吧 哎 沈总 我的心里香里一件这种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头绪吗 啊 还 乖好看的 啊 啊 你 是在萧 没有 走吧 我们去见客户 哦 一系选席的这里 这是我们公司文化 哦 选中的秘书吗 啊 其实 他很漂亮 哦 嗯 嗯 嗯 疼疼 呃 呃 呃 那祝我们 合作愉快 OK OK 那祝我们 合作愉快 OK OK 刚刚 谢谢你 啊 没什么 你 没被吓到就好 呃 抱歉 我觉得 我欠你一个道歉 不管是在公司还是私下 有的时候确实我太自我了 让你感到不舒服 你想离职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希望 希望你能留下 你别笑啊 你先接受我道歉 沈总 今天是跨年夜 我们也去测测热闹吧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ng 人太多 我怕你走丢 其实我并不想牵你手 那好吧 啊 他们的说法 如果爱人在宽恋中生 想起的那一颗结吻 就会永远在一起 夏之之 没机会来了 对不起 方雨昌 没时间寒暄了 这里发生了袭击 我们快点淋开 准 你好 请问一六零三号房间的沈四景回来了吗 你去哪 沈四景还没回来 他一个大男人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应该快点去洗个热水澡 免得着凉才吃 可是 本地要有强降雨 建议不要出门 二位如果走散的话 可以广播寻人 他一个大男人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别让你的朋友担心 那麻烦你吗 你有他的消息 一定要低时能准准我 你去哪儿 你还好吗 你干什么 怎么这么想 我的军医 好 你没事 放过我们 对放过我们 我会给你们很多钱 跑 跑 跑 快跑 别管了 一起走 走啊 别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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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我会保护你了 马子给我打 没事 走 小主席你没事吧 好 没事 没事 别在这儿 直接冷下吧 你快救救他 你快救 呼吸了呼吸了 行 怎么行 吓吱吱吱 沈总 你醒了 对不起 那个 我先去叫医生 渴 我想喝水 我 我这样怎么喝 那我扶你起来 消息 我 我 这下 你不会辞职了吧 跨年的晚上 没做完的事 现在可以做了吧 这次我不想逃 不得是一路遥 脑海倒是你的微笑 沈总 你们 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懂 我懂 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懂 我懂 沈总 你怎么又来了 夫人和我联系不上那棵下面说 刚好看着新闻 就连夜卡过来了 对 我在门口遇到洛总 还有多感谢她 洛宇舟 好久不见 沈总 态度好点 令人救过我们的命 是吗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一出事 她又出现了 算了 芝芝 我本来也没指着沈总感恩待着 你叫她什么 芝芝 方便出来一下吧 我有话给你 我跟洛总是顾教 我就去两分钟 马上回来 哎 哎 哎 沈总 不要 不要 你 那群人抓住了吗 呃 目前还没有 警察正在追踪 继续给我查 给我弄清背后到底受谁指使 您怀疑这场恐怖戏击不单准 嗯 好像 就像冲我来的一样 哦 哎哎还有 去给我查清楚 洛宇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快去啊是 啊 完了 五块的CP不会要三角链了吧 沈总加油 沈总加油 芝芝 来我们公司吧 我给你开出更好的条件与薪资 你不要跟沈思锦在一起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 你不用急着拒绝我 想好了再回复我 我马上就要回国了 我们来日方长 那 我就不打扰了 常联络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 家床溜达就达 你是在偷听吧 胡说我堂堂一个 偷听什么 那星座的要呛我抢脚 我偷听怎么 可我没答应他呀 这是你应该的 下面一处 出我上床 哎呀我头疼 哎 都处理好了 放心吧 都解决了 现在就算是自己一宿查 都没机会了 可惜了 就是没有趁机弄死他 哇 下面是回来的 这感觉就是不一样 是啊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就算默浴上班 也不会被骂 太幸福了 沈总 沈总 嗯 嗯 嗯 查到了吗 嗯 目前就知道查到这些 但是我们在最好的过程中 一种也故意和不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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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之前被雇佣的人 也都偏空消失了 根本查不了总体 继续查吧 是不是快下班了 嗯 是的 你有什么案子吗 你下班吧 我要找下面一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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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芝芝呢 夏芝芝呢 夏芝芝提前下班了 好像是因为有应酬的事情 很急的样子 什么应酬 比我还忙 和洛氏集团的那个合作 合作方点名向夏芝芝去交涉 啊 洛宇周 又是洛宇周 啊 就知道了 洛宇周 谢谢 没事 虽然是工作上的原因跟你一起吃饭 但是我已经很开心了 说起来 还得谢谢你救了我跟司警 你现在叫他 司警 芝芝你知道的 我要的不是什么感谢的场面话 我要的是你 洛总 有些话说出来 就说不回去了 我不会去你公司的 也不会和你有任何超越朋友的关系 是吗 是吗 夏芝芝 不会看不出我一头的心思吧 哎 笑 还敢笑 喂 儿子 妈 下班了吧 妈做了好多菜 想要把芝芝带回来吃顿饭 芝芝有空吗 有 我现在就带她回去 谢谢洛总 合作愉快 别这么叫 怪身份哪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走了 未婚妻 麻烦我们吃饭 你怎么 哎 洛总 抱歉洛总 家里催着呢 就不劳烦你送我为婚妻了 芝芝上车 我刚吃晚饭 洛总 你没事吧 没事的芝芝 刚才被沈总的车蹭了一下 可能要去趟医院 没关系的芝芝 你先跟沈总回去吧 你碰瓷啊 我根本就没碰到你 我瞪我干什么 亏你看那么多小处 你不知道她是个绿茶 没关系的芝芝 你先跟沈总回去吧 别让你为难 你 没事 下枝芝 你真够蠢的你 不许追到 我 我也偷当 你怎么不关心我 你 你先起开 你不许管路宇宙 你跟我回家 你这是 吃醋了 你先答应我 我再回答你 你爱答应不答应 反正我已经知道了 四星哥哥 四星哥哥 你 上车上车上车 我当时看到周宁 和一个黑人在做交易 但是撞我的 是一辆红色的车 价值不菲 周宁买不起 应该不是他 传一辆车 车牌号我待会发给你 简人 你为什么还在纠缠思锦哥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 信什么 又是令我家破人亡的那套说辞 我告诉你 你大可以试试 如果因为你 让我的家人知道一听点伤害 我会加倍讨回来 四星哥 四星哥哥 你 很不甘心吧 你是谁 不认识我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 我们合作 怎么合作 你得到审思锦 我只要审视和夏芝芝 你竟然也喜欢那个贱人 合作归合作 这是第一次 下次如果再听见这么叫芝芝 我会拔了你的舌头 还是个守护骑士 你想怎么办 芝芝来了 快进来 阿姨啊 今天亲自下厨 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谢谢阿姨 走 既然那辆车是白莲花的 白家这么放纵白莲花伤害芝芝 那就从明天开始 打压收购白事 芝芝 让王妈坐吧 你去给阿锦送点水果 小样 你不死你 你怎么不敲门 我就差砸门了 你是一声也没听见呢 走吧 阿姨叫我们去吃水果 完了 真坏了 完了 真坏了 要不给阿姨打个电话 你猜是谁把我拐在这儿的 那怎么办 待着吧 沈女士肯定是不等天亮 不可以开门啊 你在想什么 想亲你 你这地板 过地板的 别怂啊沈四姐 就几碗 必须给他拿下 请 一定冷静 你冷静好了 我需要冷静吗 我只不过是困了洗发的脸 怕 你眼睛真拙劣 姐 你眼睛挺好的 闭嘴放开我 自己的女人 自己的女人 你眼睛 不许动 让我抱会儿 没心的女人 我又怎么了 这么久你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没有 那你证明给我看 怎么证明 简单 不许对待我 小智智 睁开眼睛 我喜欢你 这不是小说对吧 你觉得呢 芝芝 这不是小说 是现实 在现实世界中 我只属于你 也对 谁会写一个小心眼又抠门的大总当男主 我听得见 我不是工地人对吧 嗯 是我喜欢的人 沈总这是谈恋爱了吗 怎么变得好诡异啊 沈总 您没有点自己的事要干吗 这是我的公司 盯着你工作 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下午将来陪我签个合同 诡异 太诡异了 合作愉快 沈总 合作愉快 沈总心情不错啊 嗯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问题的 是的 我妈亲爱 我没有问这个 不过 还是要恭喜沈总啊 沈总 沈总 咱们以后能公司分明吗 我并不是很想让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关系 为什么 是我丢人 拿不出手吗 要闭情 好绝情 爱了 沈总 白家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情况没有记住了 陆宇舟入国白市 他们联手 这样啊 不久后的商业会 可有的闹了 陆宇舟 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大小姐 周超 在沈市混得不错呀 但是你也别忘了 是因为白市资助 你才上完大学的 自然是不会忘了 那如果我说 我要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 我还会给你一大笔钱 我想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大小姐 尽管吩咐 还忙着呢 儿子 怎么了 我今天啊 和你夏伯母商量了 你看你跟芝芝都已经好了 能不能把结婚的日子 趁早定下来 这事急不得 我跟芝芝那刚在一起 感情的事得寻寻渐进 静静静 现在大清都亡了 你还这么保守 能不能开放点 我着急抱孙子 你以为我不急吗 芝芝说要在公司里要避嫌 我连签销手机会都没有 好像只是 想随时见到她 哎 妈倒是有一个法子 请讲 沈思锦 你怎么在这 这是啊 我是来求你收勇的 沈思锦 你怎么在这 就是 我是来求双牛的 哈 咋 你破产了 还不是你们俩的事啊 你沈阿姨急着小抱孙子 这不 今天就跟小景吵了两句 就把小景赶出来了 无家可归啊 可怜得很的 那他来我们家也没地方住啊 没关系 住他家 无家可归的人 可以是我和你爸 啊 啊 租他家 租他家 你一个爸走 没下那么多套房 将就一下呗 你忘了之前 我送你了 我 算了 去吧去吧 我和你 睡一切 想得美 你只能睡沙发 你一个爸走 大半夜被自己的妈妈赶出家门 尊严都没了 还好意思笑着 他着急抱孙子 我们的感情又需要 寻寻渐进 哪急着来啊 是有点快 我都还没准备好呢 那我们就赶紧准备准备 什么意思 智智啊 我真的很想娶你 真的很想得到你 嗯 嗯 那我 考虑考虑吧 嗯 去去 想哪去啊 他一个 嗯啊 大大宝宝 啊 我去 怎么把他给忘了 我爸妈呢 我爸妈呢 婆父母 他们连夜赶飞机去旅游 没跟你说吗 哈 连夜去旅游 服了 你要出门 嗯 今晚有个商业会 不过 这块钱木板 结家日不加班 谢谢 哎呀 宝宝 不去 我还约了朋友呢 我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的 哦 陪朋友也不成难追 只是得道也不珍惜 嗯 我就是问一下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出去 笑死我了 我一直得妆 来 求你了伯伯 去吧 好好好 去去去 有加班费吗 你陪男朋友还有加班费啊 你对女朋友这么抠 哦 铁公鸡啊 好嘛 你跟我去 我从陈特柱的公司里 扣出来给你 老规矩 你去忙你的 我先吃小蛋糕 等我啊 你 看来你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请告过你 你再敢缠着司警哥哥 我一定让你 生不如死 我自以为已经很忍上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过分 你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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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这么对我 你信不信我动动手指 就不让你家破人亡 你试试 你这段那个小说事件 没有法律是吧 急什么 舍不了给他教训 夏芝芝你真是长本事了你 但是你觉得 你能斗得过我 小姐 您的衣服需要处理一下吗 那请跟我来 谢谢 这次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对对对 白小姐给您的 她祝您完的愉快 哎呀妈 真没事 你既然跟我爸好不容易出去捋烫油 我就好好玩 短期内不用着急回来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沈思锦 我跟他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 好了好了 我信号不好我先挂了 谁在哪 我再问你一遍 小芝芝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四景哥哥你在说什么呀 如果让我知道 芝芝的失踪跟你有关 洛宇周也抱不了你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去跟夏芝芝快活 四景哥哥怎么说家 这这不带302人呢 怎么可能 小姐好像送错房间了 人啊 在在303 快活 小芝芝 这点手都帮我 滚 是啊 你哪只手扑的 沈总 我又知道她是你一个人 我连个毛也不敢动她呀 我自己你来个小芝芝 只是别怕 芝芝 哎 这下怎么办啊 你还想点问我 蠢货 他还没有出事 你今天要帮助我 夏芝芝 你混蛋 好热啊 芝芝你忍一忍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芝芝 不去医院我们回家 你 我好热啊 我们回家 神经病 好 加快工作 我要以最快的时间 击垮什么事 这事情 真该死 夏世之啊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 你还要乱 好 不怀疾 夏芝芝 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 我们 沈思锦 沈思锦 我就知道你是个渣女 明明是你主动的 这伙子给我装饰一个 你看给我啃啊 昨晚上是 我不管你得负责 你得负责啊 就 就算是我先主动 那也肯定是你勾引的我 作为一个男人 不懂得守身如玉吗 你都是躲啊 你乔思锦里还真有一套 三代一 滚上 我就一张牌了 打住 马叔叔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冲 改负责任啊夏芝芝 开始开始 不想解释 意外 真是意外 把别人霸王硬上公叫意外 夏芝芝 我怎么生抽你这个没有责任感的女儿 没关系 哪怕阿锦受点委屈也没事 就算是没有名分 我们也不敢奢求什么 这情节不太对吧 都怪我 是我没有管教好芝芝 让她成了一个渣女啊 够了 哭哭哭 家都被你们哭散了 负责 负责行吗 亲家母 那咱们快点把结婚日子定了吧 耶 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你们一伙的 沈总 你说说 我未婚妻怎么长的 完全长在我心巴上了 对了 我有未婚妻 你用 C.P.成真后 看出为什么有一种恶心感 说吧 沈总 商业晚宴上那个人已经处理掉了 包括明月夏美术的人已经找到了 都是白莲花设计支持的 不过 可能怕被人报 白家已经提前将白莲花送出国了 他倒是挺会避风头 不知道 他真的出国了没有 继续给我查 说过白家的事情 赶紧给我提上日程 敢欺负我家芝芝 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可白家有罗总 他算个屁 不过 是时候 该让他清楚我的实力了 不然 总有人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当杀鸡敬猴了 他最近 对一个项目很感兴趣 据说我偷了不少钱 懂你的意思了 你还处着干嘛 赶紧走 这时间快到了别耽误我下班 那那个 沈总 我想请几天假 不会 您都不问的原因 不然呢 给你放假了 就加大了我家芝芝的工作量 真不是你老婆不知道心疼 想都别想 放我的资本家 包屁 包 放我的练脑 话听得见 都成老板娘了还加班 饿不 新店店 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快了 我再把PPT完善一下 明天还要讲 沈总好 我是这几天 顶陈特助班的周超 你有事 尽管吩咐 今天 没什么用你的 你先下班吧 是 看着 没陈特助激励 你还是给陈特助批架了 什么话 我又不是真拔皮 我是个好老板 好了 我们回家 今天晚上还要商量 我们结婚的事 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快了 太快了 夏小枝 你知不知道 碰到我这样的男人 你就偷着乐吧 别人还巴不得跟我闪婚呢 哇 好牛哦 走 大小姐 大小姐 资料还没到时候 但有一个消息 你一定会感兴趣 这次竞标会还准备些什么 都准备妥当啊 这是昨次的项目资料 嗯 准备的很充分嘛 夏宁说 托你的福 我这次竞标肯定会拿下 昨天走的时候 水杯是放在那里的吗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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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落实也参与了 排名还在我们前面 你今天怎么这么紧张 又不是第一次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 心里七上八下的 别担心 刚才呢就是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们落实集团的最后方案 谢谢各位 怎么了 他们的PPT资料 为什么和我那么像 谢谢大家 到我们了 有信心吗 怎么了芝芝 我们的PPT被抄了 除了前面不一样 后面的项目实施方案 又一样 什么 项皮叔 你还不去吗 项皮再催你了 去吧 我相信你 最起码这个环节不要缺席 到后面 自然会向原建筑 上面说 一定行的 怎么会是芝芝 竟然不是沈思锦亲自上台 怎么回事 右盘被动手脚了 应该是被人烤走PPT后 又植入了病毒 沈思锦我 别担心 剩下交给我 你下去吧 抱歉各位 热场的小惊喜 现在结束了 那接下来将由我 亲自向大家介绍 审视这次竞标的 所有相关介绍 首先 我们定了几个典型的案例 最后是我们的项目计划 和落实的方案大差不差 但是我们审视会更加全面完善 这一点我会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 向大家阐述说明 你也没别的本事了吧 也是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就只会投和强 芝芝 PPT怎么回事 是你做的手脚吗 你不信我 信你 倒不如信你 诸会生疏 这是我和芝芝的事 这不是你和我的事 是沈氏和洛氏之间的事 洛总 不要越界了 芝芝 你先回去 芝芝 洛总 我们聊聊吧 别打扰我未婚妻 这是怎么了 抄袭之后 抄袭之后 还输给了我 恼羞承诺了 你又算什么好东西 我之前谈好的项目 被你截火 白白让我浪费了那么多钱 我巴不得弄死 我们各凭本事吃饭 你没吃进嘴的东西 还不兴别人去抢了 最起码我光明磊落 不像你 只能和鹰狗里的老鼠一样 商场如此 情场也是 还有 公司里的那颗老鼠屎 我迟早会揪出来 顺便跟你说一声 我跟芝芝马上就要结婚了 届时 会给你要钱喝的 不好意思 林主管 你好 我当谁呢 这不是我们的交界花夏秘书吗 啊 什么 你别装了 大家都知道 竞标资料 就是在你手里泄漏的 而且对方公司 就是想高价 挖着你的落势 夏秘书 你好高明啊 在公司若若无的勾引神主 又在外面和洛竹有一腿 你都快把职场 玩出花了 你少在这儿炫口喷人 我炫口喷人 你有本事你常验呢 你在这儿发誓 你有没有背叛过审视的事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少得阴阳怪气了 就算我真的做了什么 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 引来天雷 第一个批的也是你 香肠嘴 萝卜腿 养你不如养个鬼 你每天除了在办公室里溜达 没别的正事了吧 你夏之之 有本事你发誓啊 有这么多人在呢 你分明就是害怕 林主管 我的未婚妻 不需要降低身份 像你这种人自证清白 山 山 山之后 你 你 你这根脏手指再乱着 就别想要了 既然林主管 上班是为了影响公司和谐 那就自行辞职 明天 不要让我在公司看到你存在的 任何痕迹 山之后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山之后 山之后 开车 不等这助理吗 这个人有问题得查一查 我让他先回公司了 我们芝芝这次委屈坏了 这中标了怎么还夸张脸 我们回公司收拾一下 我带你乔班吃大餐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你都不怪我 资料是在我手里泄露的 如果那天我把U盘带走的话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可我们不是赢了吗 而且要不是你 我都没有机会耍帅了 你就说哥当时冲上去的样子 帅不帅 你不死你 沈思锦 我是说真的 这怪你吗 那是你的问题吗 我每天陪你加班到深夜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你的用心和辛苦 不要把什么事情 都往自己身上来 这样我哄老婆很累的 好感动啊 怎么办 更爱你了 嗯 好办 我们晚会 一阵险 有一阵险 我遇到汤 是啊 你多厉害啊 我还影响你发挥了呢 没有 不过外面的监控修好了 那个人还没抓到 万一他再干坏事 知道是谁啊 周超吗 小脑袋瓜转得还挺快 这次竞标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现在公司的消息满天飞 现在所有矛头都指向我 除了周超 我也不知道还有谁了 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白家的人 现在白家依附于弱势 所以不难解释 这个蠢货的所作所为了 那现在怎么办 开除他 要不说我们俩是一个绝备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嗯 算了 在那个粉末 还没检测出来 是什么东西之前 先瞒着吧 不然沈思琴又要担心 陆总 咱们 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 怎么就 撤资了呢 来了 别傻了 做真意的人都明白 不能在江青大厦上做赌博 我帮你们撑了那么久 你们一个散一个的没用 这样就没意思了 那都是意外 骆总 您不能这样啊 您这样我怎么能 沈思琴要让白家倒台 我就不蹚这滩浑水 好自为之 哎哎 骆总 骆总 混蛋 都是混蛋 骆总 海总 之前说的那些 啊 只要新区的项目 能落到我的手里 白家 还能够重新掘起 只是现在 唯一的困难就是 这个项目在省事的手里 组长再帮我一次 进 沈总 这是新区项目的合作啊 你怎么回来了 您不是昨晚发信息说想我 我马不停蹄就回来上班了 哦 可能昨天晚上我给我保护发消息 发错了 我提到此多情让 是吗 那真是让人心寒了 不过回来也好 这是白氏最近争取的项目啊 哦 落实设置之后 白氏只能狗也参串 听说最近很看住这个项目 但是一定就不过我们 好 再去你一份合同 什么合同 收购白氏的合同 走 约回家 你确定他会来偷吗 这可是总裁办公室啊 他现在已经豁出去的 更何况 我都给他留了门 他要不偷 他也不给面子了 那监控呢 早都修好了 就等他死掉了 我 好好 周超啊 这次你可是大功一剑啊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母猪 产后护理 你玩我吗 白驰是吗 有人举报你涉嫌盗取商业机密 跟我们走一趟吧 现在白氏算是彻底倒塌了 也是他们自作自受 那白莲花怎么办 这一切是不是进行得太过顺利 我会尽快找出她的 放心 这中式婚礼 传统大气 才不是呢 现在人家年轻人都喜欢穿白衫 精美洋气 你可别逼我大意灭闺蜜啊 女儿 喜欢哪个 你别吼我儿媳妇好吧 就这样没事你说 那个 我肚子疼 我去趟厕所 装的还挺像 不会是怀孕了吧 下芝芝芝 她来医院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 既然你算落我手里了 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 下芝芝芝 下芝芝 你这要干什么 喂 下伯母 芝芝呢 她电话打不通 她说身体轻微不舒服 去医院了 她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那我去找她 喂 沈总 芝芝电话打不通 我就跟你说吧 芝芝上次拿给我的粉末 一件测剑 我出来了 是一种慢性无际 芝芝说是有人将粉末 倒进了她的水杯里 拿水没喝吧 那喝了会怎样 如果服用的话 发作时间 闷不易察觉 但好 不该设想了 陈德柱 给我查一下芝芝家附近的医院 嗯 盛总别再担心 夏秘书之所以能夹 那个东西就给她朋友检测 就是明了她之间就发现不对 所以她真的能喝 盛总 夏秘书的手机 护士 行 这 快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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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夏姿姿 我警告过你 现在白氏被收购 我爸爸也被抓了 我有家不能回 全都是扮你这个贱人所赐 你完全就是自作自受 你要是不做这些事 哪能到这个地步 你罪 洛尚 今天就跟你们开开婚 让这个贱人好好造造你们 你们干吗 谁干什么安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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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我沈司机 让他从这个市场彻底消失 说到做到 你也没说让我们绑上沈司机的女人 这不害哥几个 四景哥哥 你果然没有出国 你别过来 你要是赶不来我就杀了他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对白家出手 是不是把这个贱人蛊惑的 四景哥哥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好不好 知道你这还是我的 你亲都还能够要从前 白莲花 别冲动 只要你不上外置之 你想要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把刀放下 放下 白莲花 放了我 你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怀孕了 是沈司机的 你一失两命的话 他只会让你死得更惨 芝芝你 什么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坏 四景哥哥的孩子 我不是给你下药了吗 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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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芝 芝芝 芝芝 芝芝芝 放开我 凭什么 四斤哥哥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爱夏之芝 我算什么 就算没有夏之芝 我也不喜欢你这样恶毒动物 恶毒 你以为恶毒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吗 夏之芝 你以为那天上演 是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吗 还有落雨粥 如果不是那个废物把你送错了房间 你现在应该在落雨粥床上 什么 所有人都看不惯你们 为什么偏偏是我白假遭遥 四斤哥哥 我只是喜欢你而已 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看不到我呢 因为从一开始 你的外魂戏就应该是我 也只有我能配得下你 还不赶紧把他带走 带走 四斤哥哥 你放开我 芝芝 没事 走吧 我只是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的 我一定会让陆雨成我夫妇代价的 你 真的会晕啊 那就说明我负贫子贵了 走吧 啊 富贫子贵 啥意思啊 我家宝宝不是怀孕了吗 怀个哪门走孕啊 纯粹是吃穿的消化不良 少吃油腻的就成 啊哦 你不失望吗 怎么还笑 不失望 你健康就好 你健康就好 出去腻外 打扰我工作了 没钱还能喝酒吃肉 赶紧滚 要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敢这么对话 沈氏集团总裁那可是我儿子 信不信你这破调 我分分钟就能给你掐了 哟 现在吹牛皮都不用上睡了啊 信不信人在告你啊 哼 你说沈氏总裁是你儿子 不是我是你亲妈的 赶紧滚 真晦气 走 不信老子 那小兔子 小时候跪在我脚边 给我磕头的时候 他还不是他妈送财呢 我劝你妈的 金 与 圆 你谁啊 衣着亮丽 给点钱花花 好啊 今天 怎么想吃餐厅 想换换口味 这是什么 吃这个 我特意给你点的 价值一千元的营养材 你拿金子做的 幼不幼稚啊 做多久以前的事了 还拿来放呢 吃吧 我特意给你点的 这家平时不送外卖 幸好你搞 好 还没结婚呢 那就是 准老公 沈总 老公 我特意给你吃一回餐厅吧 我是陪老婆 你去干嘛的 他还够吗 嗯 嗯 干嘛逗他 这小子 总想让我给他涨工资 我要给他保持具体 一千块钱的营养餐都买了 还怕给员工涨工资 老婆是老婆 员工是员工 不苛扣员工 怎么疼你 哇你真的 慢点吃 我跟你说个事情 白铃花又出来了 之前人被送到警察局 因为风鸣店店被警察怀疑有精神上的疾病 转校到精神病院了 现在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说有严重的异想症和狂躁症 难怪他对你一直有执念 还是太便宜他了 沈总您快去看看吧 上次说是您父亲那个人 现在在公司门口闹呢 扯了一条横幅 还为了好多记者 长枪短炮的 以前也没见过这种症状 控制不住 大伙都来看看啊 各位记者朋友大伙都来评评理啊 我自己儿子开的公司 当了老左啊 他不养话他亲爹 这儿子这儿子不能要啊 大不孝呀啊 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想 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想 你可以吗 我看你手都在发抖了 当然 这么多年了 我也该和这不堪的童年回忆 做个了断了 这儿子 这儿子太不孝了呀 这儿子 沈总出来了 哎呀 这儿子不能要呀 这儿子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啊 沈总 请问您是否认识 新生这个人呢 他真的是您的亲生父亲吗 您是否在发了家之后 抛弃亲生父亲 还改了姓呢 沈总 沈总 你知道目前网络上对你的言论吗 您是否觉得他会 对沈氏的国家造成影响呢 在法律层面上 这个人 确实跟我有血缘关系 真是一个父亲 但在感情方面上 我早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 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个杀人犯的父亲 全是一个杀人犯 尤其是杀害我至亲家人 还家暴我母亲的赌徒恶棍 你个臭小子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不要歪曲事实 故意默黑我 是不是真的警察那边都有备案 金先生 我记得你刚出于不久吧 要我跟现场的记者们 好好唠叨唠叨叨 你曾经是怎样一个 家暴妻儿的人渣吗 你个贱人 你是什么身份 敢这么说我啊 动手了动手 她是我的未婚妻 是我的家人 比你有资格 反了天了啊 儿子不认父亲 她想摆脱父亲 这什么事能干出来啊 你真的是杀人犯 还家暴 那你别怪人家不要 那是个疑问 那是个疑问 报警 臭小子 你还想报警 抓你老子啊 采访完了吧 采访完就离开吧 不然给沈氏带来不该有的困扰 我们将采取特殊维权手段 沈总 沈总 你会站住 沈总 邮轮现在起来得很快 虽然现在分两倍不全是共起 但是公司的国家还受到了影响 下跌得很厉害 出去吧 那现在怎么办 公关团队已经做出了紧急公关 但是最佳方案还是得找出证据 将金语元捶死 毕竟他是你生物学上的父亲 等这么大手笔 同时交来这么多媒体记者 还买流量在网上带节奏 秦议元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 他背后 一定有人退博出难 当下 就是把热度给压下去 以后 喂 先生 夫人出事了 夫人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 知道那位到公司闹了之后呢 就昏倒了 许是气急呀 好了王妈 你先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呢 还好啊 我小的时候 加吐司币 他就去偷我妈妈的首饰 嫁妆 拿着去卖 每次都是因为要钱 怕我妈妈打得半死 护着我妈妈 被打得半死的人 就是我 有一次 特别严重 他打得我皮开肉绽 我被送进了ICU 先写丧命 为什么 芝芝 他为什么就是阴魂不散呢 我已经很努力了 带着我妈妈离开他 我白手起家 就是为了离开这个人渣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要出现 真难得呢 你会主动约我 你给了进入员多少钱 什么 你非要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 下三滥 你说我下三滥 我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 好玩 芝芝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凭什么你却成了 沈思景的未婚妻 你说我下三滥 他沈思景又是一个 什么好东西 就算这件事平稳度过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有一个多么不堪的曾经 有一个人渣父亲 他这辈子都别想忘 这辈子都别想摆脱 骆雨之后 我真是对你失望透顶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芝芝 为什么我会走到这一步 你为了沈思景 沈思景是我的魏芬夫 你又算什么 骆雨之后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帮你 不是为了让你现在 去伤害我最喜欢的人 当从白莲花口里得知 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的时候 我真的无比后悔救命 芝芝 你不要这么说 收回你说的话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入的话 我也不建议 把你的过去 披露在众人面前 骆雨之后 这是你最不想看的 他为什么还不死 金语言这个畜生 到底要折磨我们到什么时候 妈 别担心了 这件事情 我已经处理了 你去哪儿了 公司最近不太好 刚刚处理点时间 芝芝呢 她一直守到你醒来 我让她回去休息了 芝芝是个好孩子 真是辛苦她了 我来赵警官 喂白良花讨论 今天早上 她袭击了一个苏妖的小护士 逃出了精神病院 她现在无处可去 疯疯癫癫的 我怕她会回去找你们 一定有多加小心啊 哎 阿姐阿姐 这是你在哪儿 在外面啊 等会儿就回医院看阿姨了 怎么了 发个定位去找你 神经兮兮的 怎么了 抱歉抱歉 白莲花 你怎么 夏智芝 我已无所有了 凭什么 因为人不去死 小心 哎 是究竟一段 卡尔 破丁 快二零快啊快点 我太过密要死 个 本事你 你没笑我 只是 别担心啊 我没事了 哎 就是不能进去 啊 哈哈 这四季 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对吧 成 你 你 不 什么饿都可以做 就是夏之之不能饿 令人你到底跟夏之说了些什么 怎么 跟夏之之脑霸了 你怎么逼我还可怜 一边又要利用夏之之 你还一边又要说喜欢他 座宇宙你怎么这么虚伪 解决掉 解决掉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对我 夏之就怀孕了 谢谢自己的 他们就要结婚了 今天就算你为了他杀掉我 他永远都不会怕你一样 他的压力只有省自己 你永远也得不到他 处理干净点 你永远都不会怕我 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芝芝 既然得不到我想要的 要不就 毁了你吧 医生 他怎么样 抢救很及时 手术非常成功 目前呢 患者并无什么大碍 一会直接送回病房就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你就是他的女朋友 叫芝芝 您怎么知道 患者在打麻醉 昏迷之前呢 口中一直在提起这个名字 而且 他告诉我一定要救护他 因为他还要娶你 芝芝 你爸怎么又打你 他每次都说这样 已经习惯了 那你后来找我 我帮你 大不了我替你挨打 我抗揍 你为什么要替我挨走 我可是你的小老婆 老婆就该护着老公 不对 是老公护着老婆 我才舍不得你挨走 妈 结婚 小家猪头 小小新娘 小沈哥哥 我要跟着爸妈搬走了 你会想我吗 啊 可是我们才刚结婚 我又不会忘记你的 你会忘记我吗 我也不会忘记我 可是我们还差一个婚 你没办 你终于醒了 十四姐 啊 你 嫁给我吧 就这样 你有病吗 团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陈特主 你怎么了 呃 上班的路段摔了 公司有工伤不贴吗 当然没有 下次小新娘 不然人家医院 以为我们公司搞团结 烦我的资本 公司的事解决了吗 是的 所有的负面新闻都打了下来了 但是之前公司的损失太过严重 谈了几个大客户流失 都被落实撬走了 好好准备吧 后面有的忙的 对了白莲花找到了吗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根本没有下落 继续找 不能让她跑 是 谢谢念 你手也没坏 你自己念 手坏了怎么了 手坏了我也能自己念 芝芝 我一直欠你的求婚的仪式 现在补给你 我诚挚的跟你发誓 我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人 你能不能 嫁给我 啊 啊 人家愿意了 羞死了羞死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多关心 这样行吗 芝芝会不会 你呀 当然可以 你这个角度十分的万里 完美 当然了 小样弥不死她 你俩 储伤了 不是芝芝 你听我狡辩就 你说 说啊陈特助 我钱都挺少了 那沈总巧着剪的 嗯 合理 啊 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那 今晚约个会啊 今晚要加个班 巧得很 我们陈特助今晚特别闲的 想今晚申请加个班 对不对啊 嗯 都交给他吧 呃 是的呢 是还没说 不用管我的私话 祝你们约会快乐 要不 给他涨点工资吧 我感觉他下一秒就要碎了 走吧 漂亮的小姐 遇见这么完美的男人就嫁了吧 完美男人 幼稚 老板 谢老板 谢老板 哇 彩票 哎呦 这老板真酷啊 夏小姐 遇到好男人就嫁了吧 是要说这劲吗 沈总 台词被抢了 还有钱呢吗 啊 有有有 快去 说 这就是你说的手段 我这不是给你个心理暗示吗 让我猜猜 戒指是不是在蛋糕里 不对 在红酒里 嗯 咳 咳 咳 我爱你 我爱你 可以嫁给我吗 我真是猜不透你啊 嫁给我好吗 我的钱都是你的 这倒是让人无法拒绝了 我爱你 成功了 恭喜沈总 日子现在已定了 就定在下个月的第二个周六 记得来身价 最重要的点 妻子叫笨子姐 沈总 我工资才刚涨啊 不然呢 我家找谁啊 您迟早会失去我的 不好了 快看热搜 我们公司 有人恶意泄露了用户数据 沈总 您怎么来了 您是有什么急事吗 公司有人 泄露了用户数据 有权现在就我们几个 刘副总 你有没有头绪 还有 我也正在查呢 我们公司啊 一定有内建 我怀疑这个人 就是 少乱泼脏水了 刘副总 您心态挺好 但是太过愚蠢 我通过我们公司的登录系统 追踪到了 泄露信息的电脑ID 我们猜猜是谁呢 冤枉啊 冤枉啊沈总 下面是他信口赐黄 我是公司的老人了 我一步一步才脚踏实地走到今天 我是不可害公司的 我眼里融不像沙子 公司所造成的损失 我一定会从你身上 讨回来的 冤枉啊沈总 您要查清楚呀 我 走吧刘副总 以前 一直想请你和自查 这次带你去警察局 要跟 不跟 沈总 经过河时 刘剑在位期间 还涉嫌财务造假 数额较大 把这些证据直接交给警方的话 他可有的受了 你也别太担心 让公关澄清一下 这次渔温压力 我们一定能扛过去的 不是 刘剑手里 之前捏着太多的 商业核心机密 泄露用户数据 不是我最担心的 我最担心的一点是 他将这些机密 转卖出去 如果这些机密 被有心人捏住了 那沈氏 才是真的完了 沈总 有人一名举报 给公司邮箱发了流件 收取落实商业贿赂证据 您看一下 证据很全面 贿赂的流水很大 双方过手的金额 达到了一千五百万 交给警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司法处理 赶在洛宇州进行下一步之前 将他定罪逮捕 是吗 那就在洛宇州 美梦破碎之前 再送他一份大礼 这次沈氏股票暴跌 比上次还厉害 咱们啥时候见过这场面 沈思静这次还是要难搞的 谁说不是呢 这次商业宴会 沈思静应该是来不了来 就没见过他栽过跟头 还得是 咱给我走啊 死生死 这种大手段上回来还是 你咋来了 赵警官给我打电话说 白莲花死了 白莲花死了 警察调查出来跟陆宇州有关系 就来抓人了 你咋来了 所以给我们发送秘密短信的人 是刘健养在外面的小情人 刘健答应他离婚 让他尚未 但是没有做到 他这出于报复 这么做的话情有可原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洛宇舟跟白莲花的死有关系 知人知面不知心 反正洛宇舟是彻底完了 不过我不得不怀疑 之前我们在国外的遭遇 和他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他当时就是冲着我来的 只不过他没料到 你会来找我 才迫不得已停手 不过现在真相也大白了 我也成功将他反杀 洛室集团洛宇舟被知情人爆料 是私生子非法尚未夺权 之后又利用违法手段 进行大额商业贿赂 现已进行司法通报 除此之外 有关部门正式介入 对洛室集团的调查 完了 我即将得手的一切 全完了 对洛室集团的调查 你不能这么对我 太完美了 夏小姐 简直就是天女夏凡 沈思锦 好看吗 沈思琳 沈先生刚刚在等您的时候 直接对面的花店 给你买花去了 她倒是闲不住 喂 妈 我正陪芝芝士空纱呢 你就放心吧 我绝对挑一套最美最贵的 那才能推得上我们家芝芝啊 那才能推得上我们家芝芝啊 陈思锦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吧 你傻不傻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车漏油了会爆炸的 车漏油了会爆炸的 陆雨忠还在车里 我们得去救他 陆雨忠 陆雨忠 陈思锦 今天你救了我 明天你就会后悔 不如陈心的沙路 我不是你 快走 快走 陈思锦 没事 这伤口挺深的 这等一会儿包扎的时候可能会很疼 需要你忍一下 没事 直接来吧 怎么样了 好痛 你这医生下手太重了 你刚才可医生没坑啊 怎么还想冤枉我 你这医生下手太重了 伤口这么深 你就轻点吧 别装了 我可没用一点力气啊 呃 你叫也不是现在吧 嗯 乖 咱人火啊 好了 怎么 还不走 等我请你们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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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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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胃药了 啊 哎 没事就受点轻伤 其他地方没有伤到吧 急死了 真的不用把婚礼日期延后吗 你的手还没好呢 没事 真的可以 现在事情 特别多 真的是越快把你取掉手 越保险 嗯 急死女人 她怎么在这儿 别吓车 给这儿闲欢欢 你应该找洛宇周耀啊 她应该很容易给你了 怎么 姐又赌了 哈哈 罗总 你学习好 再给我五十万 啊 我把赌载还了 我也就再不能打扰你了啊 再也不赌了 哈哈哈哈 谁管你赌不赌 我现在已经破产了 拜你儿子所赐 还成了通缉犯 你觉得我还会给钱 给一个没用的混蛋吗 去找你儿子要啊 五十万 换你从他的世界里消失 他巴不得伤感给你 他巴不得伤感给你 给你一笔钱 你就会用你离开 一百万 爸爸要的不多 就一百万 确实不多 但这一百万 我就算该公共厕所也不给 我说过了 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当真如此不孝 那就别怪爸爸不念情分 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情分 我现在碾死你 比碾死一只蚂蚁都容易 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了 行 记住你今晚说的话 妈妈 我在夜跑呢 怎么了 你是阿姨说要带点特产给我们托阿金送过来 已经在路上了 行 我这就回来 小芝芝 残忍住你 之前好几次都没有好好寒暄 这次就回叔叔好好聊聊吧 谢谢 不要害怕 叔叔不会伤害你 哈哈哈哈 芝芝 没事吧 他对你做什么 刀他拿刀追我 我就想绑架我 你要钱 我警告过你 不许动我家人 门蛋 小学生 有本身即刻就把你给我打死 我倒要看看明天的新闻怎么报道你这个不孝子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不敢吗 不是 更随宿 老老老前路你怎么当心打人 快开 不行你这样我送你去办死我 大哥 跑得那个才是坏人 手刀抢劫 啊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这个爱牵刀的 他怎么不去死 今天竟然对芝芝下手 幸亏芝芝没事 否则我怎么跟你们交代呀 这都造了什么孽呀 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疼吗 幸亏你没事 金医员这种人 就给死在监狱里 真是个祸害 现在还要他跑了 也不知道他婚礼 还能不能如期举行 万一出点什么岔子 呸呸呸 说的什么话呀 伯父 伯母 要想延期举行的话 我可以去调整 毕竟 现在芝芝的安全在这第一位 不用了 如期举行吧 我和你想的一样 我也想快点嫁给你 沈思锦 你会好好保护我的 对吗 芝芝 我爱你 哈哈哈 大男人这么爱哭怎么行啊 哈哈哈 沈总 幸福快乐啊 谢谢 里面请哎 哎 哎 小陈 我的份子钱呢 哎 老爸 新鸿快乐 让我沾沾浮起 曾正宝 心意到了就好了 老爸 得饶人助前要人 行进去吧 哎哎等等 回礼 老板 我爱你老板 嗯 我愿意跟你干一辈子 要不是怕抢了老板娘的风头 我今天高低拉个横幅来赞颂你 你叫芝芝叫什么 老板娘 我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哎 老板娘 老板娘 叫芝芝 叫芝芝 阿姐 哎 客人你不用招待了 去看看芝芝好了没有 好 去吧 哎先生 算了 算了 哎 这琴检怎么没名字啊 假的 真漂亮 刚才 好种味 有微光这身影 需要提前 知道我 感受一下真实性格 我讨厌一礼舌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 想戒不了不息 难长的距离 我用思念来代替 这寂静星星 你 中生啊 别肉吧 只想被你吸引 你就像氧气 哎呀 儿子 干嘛呢 婚礼都要开始了 你还跑这儿亲来呢 赶快走 今天晚上啊 有你们俩亲的啊 快快快 跟妈走 新娘准备进婚礼现场了哦 姐姐 现在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讲我们的新娘 请出场 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 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 将我们的新娘请入场 将我们的新娘请入场 是用的是什么 他在这嘛 这个 只在 是不是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芝芝 这是你给我 确定那个人是在后面被带进来的 因为酒店很忙 送菜的根本没有时间关掉后面 根本无法杀账 不是锦鱼 是洛宇宙 你去查 洛宇宙微微查我们的房产 一个一个找 就算是绝第三尺 你得把知识给我找回来 他就是怀孕了 是选自己的 他们就要结婚了 今天就算你为了他杀掉我 他永远都不会看你一眼 他的眼里只有选自己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 芝芝 你醒了 洛宇宙 你到底想干嘛 放心吧 我没动你 我怕你醒了恨我 那我走 不可能 你好不容易属于我了 你个疯子 沈思锦他是找不到这里的 他会一直发疯 一直找你 然后陷入死循环 明知道你在我的床上 却也不能为力 别这么看着我指着 大学的时候你总对我笑 现在也对我笑笑好吗 我他妈让你看着我 夏智智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知道的 我这种人 死也要来个点呗的 你能清楚吧 所以不要寂寞 乖乖待在这里 不要想着逃跑 不然我会发疯的 有能我 没有什么好想着 我问一遍 陆宇宙在哪里 我真不知道 上次见过他 他好像在一处别墅里 地址 我会给你五百万 给我地址之后 永远消失在这座城市里 我这两天总做梦 梦到我们上大学时的事情 现在想想 真的很怀念 我也想回到过去了 我还记得当年 我还记得当年过年 你说你没有亲人 我带你去中国饭馆吃饺子 但是味道不太好 所以我答应你 等你回国了 我再请你吃 现在想想 还是我失言啊 没关系的 芝芝 没关系 我突然想吃饺子了 陆宇宙 你去买点吧 我们一起吃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芝芝 只要你别骗我 让我去买饺子了 乖乖等我 好吗 芝芝 你怎么总学不乖呢 想跑出去找沈思锦 是我对你太好 让你产生了错觉 看来你永远不会学乖 不如打掉你肚子里的眼神 换上我的孩子 你应该把什么放 放开我 放开 陆宇宙 放开他 沈思锦 是我低估了你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让你放开他 芝芝 我好像逃不过了 我们一起去死 陆宇宙 冷静一点 别动他 不动他 那你就去死 沈思锦 该死的是你 一直都是你 好 我死 你别动他 我答应你 不要 别耍小肃灭 我兜里还有把枪 多得是方法弄死夏侍侍 侍侍他胆小 别吓他 这下满意了吧 陆宇宙 陆宇宙 我不想歇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陆宇宙 夏侍侍 你过来夏侍侍 陆宇宙 快打120快 没事 少点小聪明 别看得要狠 别怕 别看得要狠 不是枪 只是一个本子 下面说 借给你的 丢掉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是 i love you 芝芝 啊 岔宝 我在 你说 你怎么这么难去 这次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了 沈司警 再去一次好吧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的新娘请入场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请我们的新娘入场 这门可真难推 大男人 怎么还哭这么心啊 好好推过这边 终于到我手里来了 那么多婚事啊 赵 为什么挂了这么抽一张 芝芝喜欢这一张 有引火 你这个人双标起来真是有点恶心 多好看这张 哎你干嘛去啊 公司有点急事 我出去一趟一会回来啊 芝芝呢 她还在还没睡醒呢 哦 我妈 你先熬点粥等芝芝起来喝 这啊 啊 你别放开 怎么进来呢你 臭屁话 你拿点钱货 我上次不是给你我就办了 你有拿去赌了 你无法官弄个屁哦 我请你老实点啊 里面咱们夫妻场 我不会伤害你我告诉你 我一分都不会再给你 幻儿人别不是好女 放手 哎我这这 这这 这这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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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行行行行王马 王马帅点这这 你怎么在这 姐姐 妈妈 快点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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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这个撒千刀的送运员 总算是重新进去 在监狱里面待一辈子吧 他 医生 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没什么答案 很快就会醒 但是你们要做好准备 就像 起药之前那样 什么 老婆 你醒了 我 夏芝芝 小丧的大女主 终于 觉醒了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 真的吗 芝芝 组织可等你很久了 你也觉醒了 是的 身为你的老公 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啊 同志 笨 今时不是一家人 福庆一家妈 有了一下仍然干不过是我吧 这个世界怎么快快的 那是 什么 是 我 感谢观看